大家好,我们是小妇人说书 我是玛格 我是Jo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本书籍不是这么容易阅读 它是渺小的一生 它总共有一本两册 总共九百多页 真的需要有一段非常完整而空白的时间 心境要很平和安乐 才可以去把它好好的读完 Jo要不要聊聊说怎么会开始想要读这本书啊 其实在好像2019年还是2020年的时候 这本书其实非常的火 就是很红 大家都会推荐去看然后大家都说什么 看了之后就会有感触啊 然后都大爆哭 很多段落都哭 然后我想说是什么样的书可以让大家这样子就是看了都哭 讲的人是蛮多的 特别是后来有一个小说家说影响他人生很重要的40本小说吧 好像有类似这样的桥段 他其中推荐了几个作家或是小说作品 其中有一部就是渺小的一生 其实我是因为就他阅读的过程 就蛮影响我的啦 这么大不同的书一般没有特别的闲暇时间 其实不会特别拿来读 就他在阅读的时候啊 就有蛮多情绪起伏 怎么讲呢 我影响你很多 对他影响我很多 然后我开始阅读之后 我觉得他一个蛮吸引人的地方是因为他很细腻的去描写关于每个人的性格表现 你会在里面感觉这些人是立体的 我觉得这就是阅读小说的乐趣啦 就是你可以从作者的文字描述当中去发现 这个人是活生生在你脑海中是活着的的那种状态 他不是一个很平面 就是一个恶敌的人 他的言论啊 或者是关于他 怎么去生活 怎么去跟环境对抗等等的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真实的画面 所以其实是蛮引人入胜的 就是你常开始读之后 你就忍不住一直读下去 除非他的情节把你卡住 我觉得大部分我会停下来的时候 都是被情节卡住的时候 情节卡住 你要不要聊聊你读这本花了多久时间 我大概花了 我觉得八九天耶 八九天 对对对 我也读了一个多礼拜 他真的有很多段落是 你不是没有空 你真的那天都很闲 你就真的觉得你需要时间先抽离这本书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 应该是我目前读过的书里面最具细迷的吧 他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细节 都要很具细迷离的去描绘 不然他们那天讲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情 他传说了什么作品 或是他打了一个什么官司 甚至每一个感恩节 他都会写出来 我觉得这是蛮细致的一个普派 因为其实每一年 他们可能发生一件很细索的事情 但他可能真的后续会影响他很多 他就是可以从那些很细碎的 无聊的小事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大家的个性 或是他们大家的一个背景 或认同状态 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而且你会知道说 他们在这些情节铺扯 不是平白无故的 因为你需要一段时间去看 阅读他 他在这些铺扯当中 就是有点像是情感的累积吧 这个人会对他产生这个情感 或这个人会之所以变成这样的状态 都是情有可原 或者是期待有志的 那些铺扯都是为了后面那些情绪的爆发 或者是最终章的到来而做了铺扯 那如果没有前面那些 你可能觉得细数非常多的细腻描述的话 你可能最后不会有这么深刻的一个感受 就是到我其实读完大概第二天吧 我还是觉得有很深的感触 甚至想要写情节的时候 会忍不住觉得会掉下眼泪啊之类的 你要不要谈谈你最喜欢的段落之类的 我最喜欢的段落 或是你觉得这本书值得看的地方吗 这本书其实有一点小沉重啊 在推荐这本书之前 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可能 虽然我觉得对于任何书里面列为十八竞 都不是一件好事 但我觉得它真的不是很适合 精致尚未健全青少年观看 因为它里面有巨细米遗的描写 它如何割自己 就是一个自缠的状况 而且它非常的常出现这样的桥段 甚至我觉得铺排的非常的精细 它甚至可以告诉你 它都把刀藏在哪里 或是放在哪里 不会被别发现 或是要怎么样 不会有什么大伤口之类 我看一看之后呢 一时有那种冲动 想说我是不是要去割一下看看 是不是真的像它讲的这样 很疯很疯 对啦因为它 其实读完之后 知道它的主角 我个人觉得是 求德这个角色 那时候他用求德的角色 去叙述的比例比较高 对 然后你会不自觉知道说 其实这个整个环节 都是围绕着这个人的身上去发展 然后很多人就是 大部分的人也都是 跟他直接关联 或是间接关联的 一个叙事的角度 在阐述跟他发生的关系 刚刚就有讲到就是 求德他本身会有一些 自产的倾向 就是他去利用伤害自己 去作为一个情绪的抒发 一般常理来讲 会觉得 这很不适当啊 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就是一种 我觉得蛮难说的 因为第一个 他会做这件事情 包括他 成长背景影响他很多 他过去的精力促成 他会自产 或是他会借由这件事情 去明白自己还活着 我觉得他在自产的时候 有两个倾向 一个是 他过度痛苦的时候 他借由这个中心去做宣线 第二个是他觉得 他非常幸福的时候 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会对这件事情 产生迷惘 然后他会去伤害自己 我觉得他有一种 很矛盾的情结 就是求德这个人本身 回到刚刚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部分 就是 其实也是围绕着求德 第一个是他 被他 第一个交往对象伤害的时候 其实我印象蛮深刻的 因为 包括那个人 可能对他事与暴力 那事与暴力的本身 其实应该是 我们当然就会觉得说 那对方应该是错的 但他就会觉得说 已经是因为我不够好 所以我才应该被伤害 一种蛮自虐的心情 不断地贬离自己 去回去求全 直到他们彼此分开 那个朝段 其实让我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 即使那个人伤害他 他还是不断地道歉 其实应该是一个 蛮闷的过程 但我觉得好像有时候 在一些状态下 你会觉得 自己也会有这个段落 所以就会不自觉地 把自己讨论的情节来 让我觉得蛮深刻 也觉得蛮残忍的 现实上有些人 就是会因为你脆弱 或者是因为你 没有这么自信 抓着点一直去贬低你 那个段落 让我真的影响蛮深刻 其实 我觉得应该 回到一个原点来讨论 就是最初的时候 我觉得描小医生 应该是描述 他四个好友之间的故事 他们一起在大学的阶段 然后一起住在一个 可能学校附近的一个宿舍 我觉得就我阅读来讲 他们应该是 同一间学校的学生 但他们后来 读了不同的研究所 进修不同的领域 一开始大学阶段 都住在同个宿舍里面 然后是他们四个人 虎德馆 对对 虎德馆 他们就虎德小子 他们就因此 就是大家就 彼此就有相熟 四个角色的 个性差距极大 杰比就是一个 个性活泼鲜明 然后呢 常常乱来 朋友很多 然后交情就很复杂 没有很顾忌 别人的感受吧 我觉得 那种很活泼 但是有点失控的角色 再来就是 求德 求德就是 一开始他的描述 比较像是 他的行走不变 就是他的脚 好像有受过伤 大家都觉得 他私生活成迷 就连装竹都成迷 就是整个人都成迷 迷一样的男子啦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 威廉吧 威廉就是 大家最能够 一开始最能够理解 他的角色形象 就是他是个帅哥 不管他们做什么事情 女生就会特别多 看他几眼 他总是很gentleman 绅士的 对待这一些事情 然后也 照顾大家 大家都很喜欢他 就是一个 就是人也很好 好好先生的感觉 再来就是 麦坎 麦坎的话 他里面最初描述他了 比较像是 他对他自己 有一个认同障碍 因为他是一个 就是爸爸是那种 很有钱的黑人 然后妈妈是白人 所以他们那个年代 也比较复杂一点 不能确定自己 到底是 就是黑人 还是什么 他每次就连 在搭计程车的时候 好像都要假装 自己不是住在 那个有钱的区域里面 他对自己的角色 定位有一点 一下子有认同上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部分 是他家庭里面的组成 因为他一个 很优秀的姐姐 所以他会一直觉得 自己好像没有这么棒 但他其实是一个 很贴心细心 然后也很能 给人家温暖的人 其实 就是从后面的描述 因为他后来 成为一个建筑师 那设计了很多 很棒的建筑物 包括他帮球的设计 其他的房子的时候 他特别考量了 他一些身体上的需要 所以你可以从一些 很细节的地方看出来 他其实是一个 很细腻 然后带着很温柔的状态 对 你可以从这个部分 去知道 麦坎的描述 然后呢 就我自己的阅读 上面来说 我个人觉得 其实这四个人里面 最立体的 反而不是叙述者求得 我觉得 最立体的反而是 解笔 他将解笔的那种 活泼啊 做什么事情 找别人麻烦啊 然后交友交际情况啊 什么 就是其中我印象 最深刻的一个段落 就是他们有一次 决定要在 威廉跟 求得 他们后来 租屋处里面 办一个party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每个人 都可以邀请 十个人来参加这个party 照理来说 就是邀请 四十个人吧 后来 就是等到解笔离开之后呢 大家就商讨说 他们彼此之间 就邀请二十个就好 因为解笔每次都超过扣大 解笔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然后邀请朋友 还有朋友的朋友 还有认识的路人 第一次认识的 虽然解笔感觉一个 一直是蛮能够 在团队中带来欢乐的人吧 但是我对他印象很深刻 是他后来在一个地方 租房子 然后开始有一些吸毒的行为 那个地方 让我印象很深刻 对对对 他认识一个叫做 杰克森的男子 然后这男子会给他一些 什么冰毒啊 或者是 反正就带他去 喝药 然后让他们觉得很high 那解笔会一直觉得说 其实我没有成瘾 然后我就一直很能控制自己 但他就是 忍不住的会去 渴望 渴望那些药物 然后渴望杰克森 印象有一次 他跟求德求救 然后他就说 希望求德来带他走 把他房间里的东西都清掉 那求德也照做 他去他房间里面 做这些事情 结果他在 跟求德约定的时间的时候 他遇到了杰克森 杰克森说 你不可能拒绝我 后来他就 回到他房间 那求德就试图 要把杰克森赶走 结果他 没有成功 杰比那天就跟杰克森 一直吸毒到天亮 等等的 就是一个 我觉得蛮鲜明的桥段吧 就是在讲说 他因为吸毒这件事情 算堕落了吗 变成一个 他自己不期望 自己成为的那样的人 对 虽然他当下 可能自己不觉得 他就在吸毒的当下 会觉得很快乐 觉得自己好像 没有这么糟 但是呢 他只要过了那个时间点 他就觉得自己真是糟透了 他就会重复这个循环 然后一直没有办法 离开这个很可怕的循环里面 对这是教坏朋友 但是我觉得他后来有一段就是在讲他的展览了 我是发音怎么回事 展览 讲到他那一系列的话就是对 因为杰比其实就是一个 他们家就是移民自美国的黑人族群 他平常的他的作品里面都是画他的好兄弟们 主要是求德跟威廉 他平常都是画他的好兄弟们 那一次就是有一个画展 他就是在他真的戒掉了他的冰毒之后 他就那一个画展里面就是画他自己 他就画很多形象丑陋的黑人 这个部分我也忘记了 但是我记得他 他是有一个是写他与 好像杰克森还是什么吧 就在特别描述他西族的那段过程 然后也做了很多 包括他对于他自己的描绘 还有画了很多杰克森 或者是他们当时西族的场景等等 我觉得杰比是一个蛮厉害的艺术家 很快的被发掘了 他在他里面成功最早 而且杰比觉得他理所当然应该要成功最早 因为他就是一个有才能 而且他认真去做的人 我觉得他们其他人都有点 就是就算有才能 都好像漫不经心的 但其实整体来说 他们四个人都是很成功啦 就是在30到35岁之间 就陆陆续续的成名 在他们自己的专场里面展露头角 就像求德他后来成为一个律师嘛 也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一阵子 后来在一个非常大型的律师事务所里面 成为一个知名的律师 甚至是他那时候帮杰比 弄了一个跟别人吵架的案子 本来是一个很无聊的东西 那个人还很惊讶 听说你怎么会请到这个人呢 听说求德是他的律师之后 说你是怎么请到他的 然后他不仅请到他 完整的把案子截掉之后 还让那对方跟他道歉 就是明明就是一个很不重要的事情 还可以把它处理得非常疯疯火火的 后来麦侃就成为一个 蛮知名的建筑师 跟他的太太苏珊 他们成立了一个很大的那种建筑师书所 接下来是威廉 威廉也是蛮代表性的 因为他是一直很想成为一个演员 然后从舞台剧开始 一举成名成为一个大型的演员 那经常拍摄很多知名的作品跟舞台剧 后来就是红到大处都可以看得到他的看板 杰比就成如刚刚讲的 就是一个知名的画家 就是很年轻就成名了 然后呢就拍自己的个展 而且呢画的还可以收入在 有约的荡代博物馆之类的地方 我觉得麦侃一生 他真的是很仔细的描写 这四个朋友之间的友情 或者是他们一个从大学时期 一路成长是中年 或者是中老年男子 真的是一个画度非常大的一部小说 很具体名义的描写 人生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有个地方很真实啦 因为他是一生嘛 会概述他们小时候 或者是发生的状况之后 到大学他们的工作相依 出社会之后他们各自发展 一直到很后面 但大部分的故事情 其实就会断在某个地方 但是这个故事没有 他是一直告诉大家 中老他的一生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就包括他成名 然后后来可能发生什么样的转折 彼此朋友吵架等等 你相信你这辈子 都会跟这个朋友一辈子交好吗 有一会一辈子不变 或者是你们永远都会是在 22岁活得今天那个少年吗 就是其实 他们在里面 也会做很多这样的论述 就包括结比他本身 后来他跟朋友有点争执嘛 然后有些不愉快等等 他就会不断地 希望抓住在 二十几岁的那群人 但他后来就发现 没有他们就进到 三十几岁四十几岁 然后不断地进入下个门槛 一直到人生终结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真实去描述 人的一生啦 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现在某个时间点的时候 他是直至美好的 但过这个时间点之后呢 他可能就起来不同 一部分也是人生无常啦 其实人有很多的转折变化吧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个瞬间会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谈谈 你最喜欢的角色是谁 其实我最喜欢的角色啊 我昨天就问你 都没回答 我最喜欢的角色 本来我觉得是哈洛德 可是我看完下集之后 我觉得 我觉得我其实 真的蛮喜欢威廉的 你进来 你就这么放弃了哈洛德 这两位我都蛮喜欢的啦 哈洛德 我可以理解他的矛盾 哈洛德是 简单概要一下好了 就是他是 求德的 法学老师 后来就是 到一个年岁之后 他们一直很交好 然后也给他很多照顾 他就收养了求德 就是中间也是发生了一些桥段 然后他后来收养的时候 就变成他爸爸 那哈洛德在前半生的时候 他其实有一段婚姻 跟一个医生 然后他有一个孩子 但那孩子 后来不幸得了一个疾病 就很早就有过世了 他有一段过世的过程 是在描述说 他失去那孩子的过程 因为那孩子慢慢的 就有点像间动症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 他开始不能言语啊 不能说话 甚至不能眨眼睛 然后开始 不知觉 然后过世 他在那段过程当中 一直没办法去挑食 他觉得 人的演化来说 人其实是一个 很容易适应的动物 但是他觉得 他一直都没有办法适应 他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觉得 他在原点 他一直觉得 这孩子会好起来有一天 但他太太 快就适应了这一点 然后他不断的去想说 这孩子还可以 怎么治疗 或者是什么样 陪伴他 接下来该怎么办 是不是要去上 几中学校啊等等 但他一直没办法 然后后来他说 要求得吗 他就一直觉得 不想要对 这个孩子 穷到覆辙吧 我觉得有一种 这种心情 从求得这个角度 我觉得他罗子 是一个很棒的人 他在他一生里面 陪伴他三十几年 是一个很棒的陪伴者 但从父亲来讲的话 我觉得好像 笑了一点声 我也不知道 怎么说 对 然后我看完第二次 会有点喜欢 威廉的感觉是 威廉后面 有点狭然而止 但是前面 我就会一直觉得说 他真的是一个 很善良的人 然后只要任何主角 出现问题 他就会两臂插刀 马上跑出来拯救他 他只要呼喊 救我啊威廉 他就会出现 然后他们拉拉耳垂 他们的暗号 他就会出现在 他身边 然后他们就会 离开那个地方 这点超可爱 就是他们彼此之间 就有一个 舞会的暗号 当他们拉拉耳垂 然后他们就会知道 对方现在是 就是遇上麻烦了 就要马上离开 或者是 他已经没有办法 应付这一切了 就很可爱 这是一个暗号的模式 那Jo你喜欢哪个角色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安迪耶 因为我觉得 安迪知道的事情最多 而且安迪有一种 无限美好的关爱 对我来说 安迪在这一部小说里面 如果说 真的是以求德为主角的话 安迪就是一个拯救者 一直试图的想去拯救他 但是又不要 让那个拯救 会让求德自己 感受到不舒服 他一直都 拉捏很好的距离 试图的想要让他 被他拯救 或者试图想一些方法 让他变得比较舒适 诶我概述一下好了 安迪是求德他的学长 同路学校的学长 也是一个外科医生 后来好像转成医美相关的科 对对对 反正无论如何 他都就是 不管求德 因为什么原因 去跟他谈病 不管是感冒啊 哪里痛啊 什么的 他都可以帮他看 他就有点像 他的家庭医生 因为我觉得 安迪这个角色 也是蛮特别的啦 之前没有特别概述他 安迪他 因为他是医生嘛 所以他会看到 病人蛮隐私的一面 然后他就会发现 其实求德有很多地方 跟大家不太一样 第一个他有很多伤口 第二个 他有时候会因为 自残 世界过多来救医 因为求德他 就是从身世成名的 一个男子嘛 所以他绝对不会告诉别人 所以为什么他会发生这样子 所以安迪 其实有点像是 他的共同秘密者 我部分也可能像是 他的共犯吧 帮他共同隐潮 这些 他不愿意揭露的秘密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安迪每次 就是求德来跟他看病的时候 有时候并不是看 所谓他的自残的伤痕 但是安迪就 顺便细数一下 他的伤痕 然后之后呢 就逼问他说 为什么又多增加了 最近是怎么回事 或者说 为什么增加了这么快 求德觉得自己很焦虑的时候 比方说 他要被收养的时候 或者他又要面对了 一个新的关系 或什么的时候 之后安迪就逼问他 说 为什么这时候 伤痕又变多了 进阶的发现了 他的一个焦虑的状况 应该讲讲说 怎么推这本书 为什么我们推这本书啦 我个人觉得 这本书很 指责一推的地方就是 他很适合让一个人 沉浸下来吧 就是进入那个情节 然后沉浸下来 那第二个部分是 他描写了很多 有关于人的内心深沉 部分 就是包括 每个人的背后 都有些秘密 他不愿意被揭露的时候 当然可能需要一个 一个守护他的人 就是任何人 可能就需要 这个人的出现 或这个人的帮助 就是不管是安迪 威廉 或是哈洛德 他们都在半年 类似这样的角色 所以你在阅读当中 你可能会被这样的角色 给救赎了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 包描写是关于 他们后来有一段 失去了他们 挚爱的人 在失去之后的 一个描写 我觉得也是很深刻 因为有时候 关于失去这件事情啊 我们很难直接面对它 所以我觉得 在阅读 失去的过程 我觉得 有点像是被 某部分重新洗涤了吧 当你阅读完之后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 变得更透明了 在面对人生的部分 我不要哭 但我觉得它 其实是一本很正面 就是虽然它有很多 很自残 很负面的 一些段落 但事实上 里面所有的角色 都会让你觉得蛮温暖的 如果你的角度是求德的话 大家都爱你 然后大家都会愿意去帮助你 大家都没有放弃 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蛮温暖的 我觉得很常被它的温暖感 都哭 比如说哈罗德陪 求德去买西装那一段 我真的是含着眼泪 把他看完的 就觉得特别的温暖 它就是会在一些 很小很小的细节里面感动 就他们那些 有情的细节啊 比如说为什么 那个柜子不能做成这样 你也想像是说 求德有一天 可能会被他绊倒吗 对啊 就是他们就是很仔细的 去思考怎么样 去照顾朋友之类的 就在一些很小很小的 正常的小说 根本不会去描述到 它的地方 铺陈了很多的感动 虽然你感动越多 悲伤越大 因为他有一天会失去致哀 因为这就是一生啊 对啊 就是没有人可以陪你走到永远 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法 跟别人走岔了 或是分散了 很多时候是 你没有办法预期 对我来说 小小医生 有一个很大的主軸 描述的这部分 是让我觉得很深刻的 失望总是突如其来 然后我要说 哈罗德那一句就是 有些人对你好的时候 你就欣然接受 然后对他说 谢谢就好了 因为你是值得的 超帅的 那一部真是感动到哭 哈罗德是我第二喜欢的角色 所以你最喜欢哈罗德吗 好啦 我知道你比较喜欢威廉 因为威廉是帅哥 威廉是帅哥 很抱歉啊 威廉是帅哥 虽然我们看不到威廉长什么样子 但威廉就是帅哥 如果他拍成电影 我很期待他的选角 但是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威廉 我喜欢的第三名是杰笔 杰笔就是一个 他并不会让你用很多很正向的形容词去形容他 但是他就是一个很鲜活的角色 我甚至觉得这整本小说里面 里面其中有个角色是真的有一个模型的话 杰笔一定是真的有个模型 我记得他前面有一段很可爱 就讲他们做报告的 杰笔本身是个黑人 他说我们要抵制 不跟白人说话 是有里面 威廉是白人 威廉是白人 仇德是身世成名 麦坎是一半黑人的血统 一半白人 所以他就说 他要做一个实验 对 他其实就为了做这个功课 他就都不跟威廉讲话 但是会用其他方法跟威廉讲话 比方说写纸条啊 穿讯息 暗示 做动作 他只跟麦坎讲一半的话 他要去什么洗衣服的时候 还是会叫他处置他的洗衣卡 他会用一些很像谜语一样的 跟仇德讲话 以表述他的那种 声势背景 就是一个沉迷的魔术 杰比就是 因为这个报告而一泡而红 还被什么杂志报道 他就享受了一个礼拜之后 终于受不了 因为他真的很想要跟威廉讲话 因为他跟威廉其实蛮要好 对 他也很喜欢威廉这样子 结果麦坎就跟他说 我告诉你 就算是不跟大家讲话 大家也会被你烦 但受不了 没错 我觉得以上就是我们真的 很推荐渺药医生这本书啦 但或许读多过程 不一定是很欢喜的 但我想每个人读后 应该都会有 像我们一样满满的收获 相信他可以付诸你的居家时光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 小妇人说述就到此 期待大家可以持续收听 给我们五星评价哦 最棒广告箱是大块文化出版的 如果你也有任何读后的概念 或者是想要讨论的片段 都可以在下面跟我们留言做分享 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